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征展现出了人类追求真理的不懈努力 迸发出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 树立了坚不可摧的历史峰碑 回首八十多年前的那段苦难岁月 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蒙难百姓涂炭 面对日寇野蛮的侵略 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 第五四反围剿失利后 中国共产党红军到了危急的关头 中国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 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战胜千难万险 付出巨大牺牲 胜利完成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血沾湘江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飞夺卢定桥 一位位可歌可泣的英雄 一次次勇往直前的冲锋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 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这是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精神 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 是同人民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利 国无精神则不强 伟大的长征精神 正在指引着一代代人走出他们自己的长征路 今天的进步与发展 谱写着新时代的伟大长征精神 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们该如何去学习与弘扬长征精神呢 回首过往那段震惊世界的长征路上 发生了哪些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呢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玉尽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 中国精神第四集长征精神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 名叫《人类一千年》 这本书公布了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两千年 这千年间对人类文明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件事情 长征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唯一入选的事情 长征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给出了答案 他说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 勇气和实力 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 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 也没有什么事件像他一样如此深远地 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长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 让人如此神往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起认识长征 理解长征精神 长征其实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 1961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 长征是光荣的 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 被敌人追赶的不得不走的 这段话虽然简短 但却富有深意 不得不走到处了当时红军放弃输区根据地 被迫长征的无奈 那为什么不得不走呢 据周恩来回忆 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 执行国际路线 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 他虽然是个顾问 却成了太上皇 他说了算 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的结合 一直搞到争议会议 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 就是退出江西 被迫长征 被迫的长征并不是一片坦途 红军遭遇了无数的困难 一次次陷入绝境 为什么一次次陷入绝境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民党疯狂地围追堵截 红军长征那个年代 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危机四伏 日寇野蛮侵略 国民党反农派不顾民族威王 一心要剿灭红军 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进入了危机关头 红军长征期间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00多万重兵 进行围追堵截 蒋介石也曾多次清零 前线督战 这样凶狠的围追堵截 让红军实时处在危险的境地 二是党内错误入线和分裂主义 在第五次反围角期间 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激动灵活的战术 而与敌人打阵地战 以碉堡对碉堡短处突击 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使苏区大面积萎缩 红军损失惨重 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 左倾出入线继续使红军遭巨大的损失 湘江一战 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蒋介石剿灭红军于湘江的计划几乎得逞 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 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完成了党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 1935年6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 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阁军委 于张国焘之间却发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原则之争 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还背着中央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甚至公然另立中央 这是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1960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 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回答 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 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三是穿越雪山草地等生命禁区 雪山是雪线以上积雪中年不化的山脉 川西的雪山 雪线夏季在海拔三千七百米左右 雪线以上寸草不生 空气稀薄 风暴雪崩不断 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 当地民谣说 夹金山 夹金山 鸟儿飞不过 男人不敢攀 要想翻越夹金山 除非神仙下了凡 雪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红军过的松攀草地面积约一万五千两百平方公里 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 草地区域昼夜温差很大 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气候变幻目测 每年五到九月 雨季来临时 草地成为沼泽国 越往牲畜走 沼泽越多 鸟寿绝中的大雪山 荒芜人烟的水草地 正是这样的生命禁区吞噬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有研究表明 红军三大主力 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 非战斗减云至少在万人以上 艰难困苦 欲辱于尘 国民党疯狂地围贼堵截 党内错误路线 与分裂主义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共同导演了长征的悲壮 长征历史之长 规模之大 形成之远 环境之险恶 战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战争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索尔兹伯里说 它不是一般意义的行军 而是为了避开蒋介石的魔爪 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 征途慢慢地撤退 是一场显向还生 危在旦夕的战斗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 在漫漫征途中 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六百余次战斗 跨越了近百条江河 翻越了四十余座高山 其中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的雪山 就有二十余座 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的极限 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神话 创造了契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漫漫长征路 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红军经历了血战湘江 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等血与火战斗的考验 以非凡的勇气 坚定的信念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怨证 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 历尽苦难而脆祸成岗 这些都化作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伟大的长征精神 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照亮了我们前进的征程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 长征精神丰富的内涵呢 长征 这一绝境重生的远征 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 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那什么是长征精神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 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己律 紧密团结的精神 就是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 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 其实就是由这五种精神 组成的一个整体 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 就需要全面的把握 这五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一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右路军红四团政治委员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 红军长征 一路上千难万苦 毫无怨言 为的是什么 是信念 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厌苦如頤 鼓舞着我们忍受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 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 以致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 2019年5月20日至22日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 5月20日他来到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 动情地说 革命理想高于天 理想信念之火一惊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 在中央书区和长征途中 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一次次绝境重生 遇挫遇勇 最后取得了胜利 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 又再次强调 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 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 图的是什么呢 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最重要的信念就一条 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相信跟着红军走就是有前途 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姓好 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 可以说长征就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 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 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 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二是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伟大的牺牲精神在红军长征当中是处处可见的 这种精神既反映在红军的群像里 也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言行当中 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渡江 全力阻击敌人 他们日战夜战简缘不断 终于弹尽粮绝 他们用毅然决然的自我牺牲保卫了中央红军 过雪山草地 牺牲的战友被冻成石头 战友遗体成为悲壮的路标 无数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 飙上了精神的高度 这些群像都是牺牲精神的深刻写照 这种牺牲精神也反映在许多写样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里 比如宁死不屈的革命家方志明 誓死如归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 宁可扯断肠子 也不愿当俘虏的红军师长陈树香等等等等 伟大的牺牲精神还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 并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里 使他们真实鲜活可感可亲 我们不妨来看贾老婆背锅的故事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个妇女工兵营 其中有一位女炊事班班长叫做贾德福 贾德福二十八岁 是女工兵营当中岁数最大的 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贾老婆 就是老婆婆的意思 战士们每次都喊他贾老婆 长征开始后贾德福自高奋勇地背着一口大铁锅 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国民党飞机扔炸弹的时候 他不是就地趴下用铁锅掩护身体 而是什么呢 而是将铁锅卸下用身体去保护铁锅 有一次狄机来袭 他又把身体趴在铁锅上 这时刚好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的部长路过这里 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感慨 他对贾德福说 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 人家是顾头不顾定 你呢是顾锅不顾命 贾德福爽快地回答说 全银几百号人 没有锅咋个做饭 难道让同志们吃生的 在贾德福看来 锅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即使是豁出了性命 也要保护好这个关系全银生命的锅 一个战士能为保护一口锅 而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可谓是深入人心 而当有着这种精神的战士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必然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三世坚持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前面讲到 红军的长征是被迫的 而其直接原因是 理得不弃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雪的教训 告诉中国共产党人 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 是危害巨大的 必须从实际出发 独立自主地探索出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 1934年12月1日 中央红军度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之后 蒋介石判断 红军将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于是迅速地调整部署 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 布下了中兵 摆下了口袋阵 12月11日 中央红军进入香柜边境的通道 下乡长安堡地区 这个时候 中央红军如果按计划北上 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话 必然要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决战 那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到底往哪去呢 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 危机关头 毛泽东立足放弃原定计划 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 在帽洛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转兵贵州 主要是看中了前军虚弱的实际 当时前军虽然人数不少 但编制混乱 派系伶俐 装备不整 缺乏训练 而且前军上下 几乎人人都吸食鸦片 号称双枪兵 就是人人都有一支步枪 和一支烟枪 战斗力非常差 在通道会议上 毛泽东的建议 得到了周恩来 张文天 王嘉祥等人的支持 博谷呢 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同意转兵贵州 而李德的主张 第一次遭到了大多数委员的反对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 逐渐开始独立自主 坚持从实际出发 摆脱错误入线的束缚 通道会议之后 又陆续召开了礼品会议 侯偿会议 遵义会议 让中国共产党人 对共产国际的盲目服从 开始杜绝 独立自主地解决 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问题 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 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才能不断开创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面对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 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千锤百炼 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成为了赢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 党和红军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红军战士们具有固权大局 严守纪律 团结一致的精神 这些精神融入在长征精神之中 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不断进步 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 那么长征途中 有哪些故事体现了这些精神内涵呢 伟大的长征精神 其内涵还有哪些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四世固权大局 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的精神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这支军队跟其他的军队 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 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能够固权大局 紧密团结 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红军将士都深谙一个道理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胜利 长征时期 红三军团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九个催事员为了更好地保障 全联战士的生活所需 主动背负超过规定重量的物资行军 由于行军强度非常大 上级为了减少催事员的负担 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的重量 可是呢 他们每人却挑了六七十斤 开党小组会的时候 他们还给领导提意见 说领导只知道照顾催事员 而不关心战士 万一前面弄不到粮食 部队吃什么呢 领导一看 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 也只好允许他们多挑些 可是催事班在行军当中是最辛苦的 中头部队休息 他们要烧开水给战士喝 宿营的时候呢 他们又要安装锅灶煮饭 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爬雪山时 由于寒冷空气稀薄 有的战士走不动了 就坐下来休息 可是一坐下来就起不来了 催事员赶紧上去 为生姜灌辣子水 把他们拉起来 催事员这个时候呢 变成了卫生员 催事员的口号是 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 但就在抢救战士时 两个催事员却倒下了 不论怎么为生姜灌辣子水 都无惧于事 到了马尔盖 进入草原 催事班长又向司务长建议 说战士们走烂泥地 脚都泡坏了 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 司务长觉得催事员已经够辛苦了 不能再增加负担了 所以没有同意 可是一到树云地 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 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催事班 但催事员却陆陆续续地倒下了 有一天 一个催事员挑着铜锅走着走着 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就这样牺牲了 另一个催事员跑过去 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 使起铜锅又继续挑着走 到最后 部队到达陕北时 那个铜锅 担在了施务长的肩上 战士们流下了眼泪 而施务长的眼泪 却早已流干了 大家心里都知道 九个催事员全牺牲了 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 九个催事员的故事 只是红军固权大局 紧密团结的一个缩影 在从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 广大红军子战员 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他们总是把方便留给同志 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深的希望留给同志 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用生命和鲜血 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第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 艰苦奋斗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红军的宗旨 这一宗旨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色 一方面 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 来到渝都准备转移 中央红军为了隐蔽战略意图 避免敌机轰炸 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 晚上渡河 早上拆桥 不留任何痕迹 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长征第一度 为了支持红军渡河 渝都河沿岸的群众 把家里的木板 门板 床板 甚至是棺木都捐了出来 最终在约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了 五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 从而保障了红军主力 顺利地渡过第一道封锁县 长征后期 在川西北平级的地区 红军的物资极其缺乏 当地的杖枪各族群众 在自己都很艰难的情况下 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 为红军征服雪山草地 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到延安后高度评价 藏羌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 他说长征在川西北 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 另一方面 红军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解决群众的困难 维护群众的利益 一床棉被的故事 让我们感慨万千 三位女红军素营的时候 住在一户穷困老乡的家里 老乡家特别困难 家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 第二天临别时 三位女战士执意要将被子留下 对老乡表示感谢 但大娘说什么都不收 她知道红军战士遇到的困难更多 更需要这床被子 争执一番之后 三位女战士将被子从中间剪断 留下一半给了大娘 从那以后 老大娘一直打听 这三位女战士的消息 并且逢人就讲 什么是红军 什么是共产党 红军 共产党便是即便只有一条被子 也要将一半送给穷苦老百姓的人 红军战士谢玉仙 在刚进草地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面黄鸡瘦的妇女 带着两个饥饿的孩子 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 悄悄地留给了他们 在以后的几天里 吃饭的时候 她就去挖野菜 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 就喝点凉水充饥 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 倒了下去 临终前她还喃喃地说 那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 艰苦奋斗 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 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 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 看成是自己的军队 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长征永远进行着 昨天我们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今日我们努力同心 砥砺前行 回首那段曾经的苦难与辉煌 我们更加坚定了 在新的长征路上 继续奋勇前进的信念 新的时代到来了 今天的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才是走好新长征路的重要举措 那么处在新时代的我们 该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 请继续收看 《资助医学院》 谢玉尽富丁精彩讲述 特别节目 中国精神第四集 长征精神 长征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 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国内深化改革 这样的新局面 新要求新问题 我们还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 我们还有许多的雪山草地 需要去跨域 还有许多的楼山关蜡子口 需要去征服 为此 必须弘扬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然而今天的我们 该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呢 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 这样一则充满悬疑的报道 1953年7月 美国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 刊登了一篇 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 文章披露 1948年 一位曾参与美国最早原子弹研究计划的 女核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 然后呢 在中国出现 文章怀疑 这位女核物理学家 打着与未婚夫结婚的名义 到中国后 向中国透露 美国原子弹的秘密 并且可能协助中国发展原子弹计划 这样一则报道 她的猜测虽然是荒诞的 但她所提到的故事 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韩春 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是曼哈顿计划当中少数的 女科学家之一 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韩春喜爱物理 按照她的兴趣发展 她可以成为著名的教授 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受斯诺的西行漫迹的影响 她却对长征后 陕北如火如荼的革命 新生向往 她渴望参加到这样一场 打破旧世界 建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当中去 1948年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 韩春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延安 并跟杨枣一起在延安养起了奶牛 一个造原子弹的 因为长征精神的感召 革命精神的感召 转而放弃了美好的个人前景 投生到最艰苦最基层的革命事业当中 这样的人生反转 向我们昭示的是什么呢 又是什么促使韩春做出这样惊人的人生选择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来到了杨枣韩春的故居 她位于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的南面 可以说我们是邻居 坐落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内 走进故居 右边的墙上挂着韩春的一段话 她说回过我所走过的路 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 不能说不幸福 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 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 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 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 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 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 不是真正的幸福 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这段话道出了韩春的心声 也给出了她从原子弹 到养奶牛反转人生的秘密 韩春来到中国后 与杨枣一起为中国的奶牛业 以及农业机械化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韩春放弃小我的幸福 而融入大我去追寻真正幸福的方式 是她传承长征精神 追求革命理想 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禁让人想到 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他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 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 伟大的责任 作业的诗人 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 真正伟大的人物 韩春就是为同时代人的完美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的人 而长征途中 奋斗不止的红军战士 也是为人命的幸福而献出生命的人 每一位红军战士 面对自己要走的路都自信而笃定 他们将自己的命运 与红军的命运 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 将小我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大我之中 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力量 从而塑造了伟大的长征 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对于个体而言 就是要有走出小我而融入大我的自觉 就是要有为了成就大我 而不惜牺牲小我的担当 其实回顾长征 稍加关注当时红军战士的年龄 我们可以发现 这支队伍只占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 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 14岁到18岁的战士 至少占了40% 这样一支军队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如此的年轻却克服了万难 缔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缔造了伟大的国家 缔造了时代的辉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的新长征也必然依靠时代新人去走 时代的责任负于青年 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 展望未来 我国青年一代在新长征路上 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广大青年要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 热情拥抱新时代 这样我们个人的人生舞台必然广阔起来 我们个人的人生长征也必然充实起来 精彩起来 谢谢 谢谢